我們現在要開始來處理這個提案 那先做如下說明 就是這次國安局公務預算審查並無機密部分 全部都是公開預算的提案 那依照網例呢是用二級科目做並案依據 所以依據本日會議希望可以處理完畢 那第二就是討論提案呢 就是以主提案委員不在場則不處理委員則 但如果有共同提案人或同黨籍委員要代為說明的話 那我們就納入討論或者並案處理 那最後就是處理提案的時候 夜館單位如果已經有跟提案委員完成溝通 說明的時候就直接報告溝通結果 就不用在案子做太複雜的說明 那就希望溝通的結果要正確 包括這個動刪數等等的 好那主提案委員的部分 如果不只一位也請個別報告溝通結果 那最後就是遇到病案凍結的時候 本委員會舉會起來的慣例就是選擇其中一個提案為主案 其他個案提案人共同列明共簽的方式來處理 那因為這次有經過幾次溝通 所以大家看到這本裡面 下面很多複雜的數字 就以最右下角最初的那個數字做為提案的編號 以上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進行這個審查 那我們現在來審查的算是第一案 第一案的部分呢 是陳以信委員做提案人的 那我們請國安局這邊做個說明 好 委員好 有關第一個提案 本局說明如下 本局各項人事調整 均一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事實 事財規劃人選 本案以向這個提案委員報告說明以上 陳委員 好 這個案子齁 是這樣子的 國安局他的副局長齁 一直都沒有補食 從去年到現在 那陳局長從上任至今呢 那當然有所輪換有一個退休 但是這個到目前為止齁 還是只有兩位 那第三位副局長還沒有補食的情況之下 我是認為他的這個人事費用齁 在這個地方齁 應該先予以凍結 那至少要等到這個人事補期的時候齁 再以解凍齁 那我這邊是做這樣的一個要求 這個呃 人事費當然是屬於法庭義務之初齁齁 所以是不是事宜凍結 可以從來要不要再想一下 就是 這個地方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沒有這個例子啊 他只要人事補期之後提出書面報告 甚至不用同意我們可以讓他動 可是他今天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嘛 而且我們講了很久 如果今天是說剛好你今天正好缺 我就找這個機會說要動 那這個就過分 可是你這個一直都沒有補期已經多久時間 所以今天也沒有說今天以後這個錢 你有人的時候也不能花 你有人的時候你只要跟我們說你有人啦 書面報告就可以花啦 這有什麼不對呢 齁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要讓國安局 至少要有一個動力在這個地方啦 好你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就要自動解凍就好了 也不用 也不用送 好像 我可以補送 不是補送但是可以先行使用這樣子啊 不行你要經過委員會才可以 因為 第一個這個是人事權是行政權啦 那禁用不禁用 我們有個編制就有根據編制的編列預算 然後產生預算原額 那不管在什麼時候補的時候 這個人就應該有薪資可以 但我們如果把它變凍結案的時候 不管你的條件是 就是他把報告就可以解凍 或者是送件的人解凍的話 還是程序上 程序上還是要報我們還是要進來委員會啦 他不能自己解凍 我說這個齁 如果你怕你一聘用就沒錢用 不要全部都動 那我們動一個部分嘛 動一個部分嘛 你又不會說今天用了它之後 馬上所有的三百萬都要拿去 對不對 我們先動一個部分 我們所有的數字出來 我一定要在這個事情上 希望你們國安局知道就是說 可是要如果一月份就 那你馬上就可以送到我們二月份 不就可以送到我們這邊 那我們不就開一了嗎 我們那時候還在修會期 今天三百萬 你動少一點 我們那時候還在修會期 我們那時候還在修會期 因為他如果做法定預算嘛 那如果真的用了一個人 也一定要給他薪水 不可能因為這個凍結 而不給他薪水 那薪水是年度來計算的嘛 你再少一點 三百三 一百啦一百啦好不好 大概什麼時候要補 一百啦他大概什麼時候要補 一百不要緊啦 那你動作比較快 有時候那個人事當然有 要找適當的人吃的不容易 而且很努力嘛 我一來我就把它補齊了嘛 所以這個我們這樣子好了 那個比較少段薄了 你說嘛 你說一個所理嘛 五十萬 好啦一個象徵意義啦好不好 就表示我們陳委員 對這件事很長期的關切啦 好啦既然大家都這麼 那我們就第一案 凍結五十萬元 然後等到等於是副局長 正式任命後 即解凍 就即解凍 一提書面報告就解凍 好吧 好OK 那再來進入第二案 蔡司英委員的提案 那蔡司英委員在不在 溝通過要講溝通結論好了好不好 好 這個已經溝通了 因為這個是 剛好這個 考基就是最大級數提升了二十個人 但這些都是法定的支出 聯中獎金跟考基獎金 所以建議就是免與簡列 你們確定有溝通過了吧 是 好那這樣的話第二案就免與簡列 那進入第三案 第三案的部分 就跟委員報告就是 按照我們情報法第八條 我們情報人身份不得洩漏 那我們也考察過 其他國家的情報機關 有關的這些都是沒有在公開的行列 所以建議就是 這個部分 建請免與解凍 那你動解 這個部分 好我說明一下 其實剛剛最早其實那個 林常佐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就提出來這樣的一個意思 就是有關於單位主管的待遇 因為沒有涉及到國家安全 應該要盡量能夠列到公務預算 但是呢 局長的回答我也聽到了 就是說是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推估 推估我們的組織編制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是中間還是有界限的 譬如說你局長加上兩個副局長 這個怎麼算 或三個副局長 這怎麼算都知道 不是說知道你一個局長加三個副局長 就知道我們國安局的編制了 所以我倒覺得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能夠適當的切割 至少局長副局長的 是不是能夠盡量移到公務預算 我們盡量移到公務預算 所以我今天這個提案目的 只是在這個地方 我也覺得只有動十萬塊 意思意思 但是目的是希望你們能夠考慮到這一點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局長 現在局長副局長 已經移到公開了 對對對 這今年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以來都已經 主密上已經 主密上已經 所以這個各單位的話 是指其他的就對了 對對對 主密上都是公開的 好 那我測完 好 那第三案 我們就測案 再來第四案第五案 並案處理 請說明 文育小委員跟蔡智英委員的提案 委員好 這邊 本局報告一下 那本案前已經向這個 文委員報告 那 本局現在已經 檢討內部的這個管控流程 然後未來可以確保 網站內容更新的一個時效 那 那測請 給予檢討 好 文委員請 我們是對這樣有意見 現在是資訊發達的時代 你們每一個禮拜更新一次 其實我要看你們的網站 或者一個禮拜 都是已經舊文了 那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們根本也沒有每個禮拜去更新 兩個月都沒有更新 所以我看到你們 三百五十萬 你們就是變三百五十萬 我是覺得是有點高 第一點 第二點又沒有 要確切去執行這個任務 那你今天 好 你今天講說你們會更新 會怎麼樣 那我想 要不然改成凍結 那等到你一切更新的話 那我們再來 你就一個書面報告 我們的解凍 可以嗎 那好還問一下 明年你還會編嗎 你現在這樣 這種編列方法 是有一點 你的網站一週全球動態 不會更新 一兩個月沒有更新 我提案以後你們才趕快去更新 所以我覺得 沒有啦 現在檢列我改動一下 他書面報告 我們這裡解凍 這樣 好嗎 那數字上的話 這個官局這邊有沒有什麼一些 還是怎麼樣 要再溝通 可以嗎 動一下 不要再走 你是要把它改動一下嗎 好嗎 檢列改動一下 好嗎 好嗎 好 好 那那個 第四案 第五案 我們就以 第四案為主題案 凍結50萬元 然後書面 這個報告後 就可以解凍 好 那再來 第六案到第十二案 並案處理 那請進行說明 好 那委員 那個六案到十二案 最主要是我們單位的保險費 那麼這邊 呃 在座的委員 我們都到辦公室 跟委員來做說明 那林桃的委員這邊 我們時間沒有排到 我大概跟委員 單獨在做個報告 他的精神 是在105年 那時候沒有保險公司 會出險 所以說 我們把我們的保額 保額啊 也降低了 那我們那一年的保費呢 是 三十四萬九千七百塊 平均一個月 是三萬四千九百塊 那一年呢 剛好是四十一萬九千塊 就是我們的 預算金額四十二萬 是這樣來的 那我跟委員報告 那早上 在院會裡面 那個委員的關心 那我們未來 呃 請委員這個案子呢 建議就是 免以 簡列跟凍結 那我們未來 會按照 他的保險額度 從兩百萬 提高到三百萬 的方向啊 去發展 那預算顏額 如果不足四十萬的話 那個相關預算 居然會幫我們想辦法 這點是我們之前的管制的方向 我確定一下 所以每年都降下來 是因為之前保的比較低就對了 不是 因為我們沒有出險 沒有 沒有賠償 沒有禮賠 所以寶貝就下降了 這個唯有意見齁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啦 你來說明的內容 我坦白講 我很不滿意齁 對啊 我們就好加財 我沒有給你們 你們是聽我講 你們會贊成我的公還 我們現在 我們是希望給我們的特勤人員好的保障 那我坦白講 我們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我們根據特種勤務條例十六條第二項 我們的團體保險是比照國軍團保 意外險作業實施規定嘛 那個實施規定 早上我一直聽到你們講 200到350 你們就狀況外了 200跟上面那個狀況外了 因為根據這個裡面 他分兩類 第一類 如果是一般軍人 他因攻350 非因攻200 可是他第二類 特種勤務 像憲特 是1000萬喔 是1000萬欸 你們現在在200 300 350 第一個你們根據那個規定 他就是分兩種 一般軍人就是 因攻跟非因攻 並不是在200跟350的差異 而是他的樣態不同 我非因攻的我有200萬啊 我因攻的話有350 而且那是指一般軍人 我們的特種勤務人員 什麼時候變一般軍人的 我們是比照第二款 第二款 是比照特種勤務人員 是1000萬的保險額 那我們怎麼 你們現在是保200嗎 你們200是因攻欸 現在保額是200 對啊200而且是因攻 你等於是比低標還要低標 我知道我們以前都可以體諒 105年就發生那個教官開箱 打中緊急的事情嘛 104 104年的事情嘛 所以那年的保費 31萬多一點 可是那個多一點 也不足以保 給我們的特勤人員 合法應有的保障 那我們特性中心一直給我一個解釋說 因為沒有人要理賠 因為沒有人要出險 都沒有公司要來投 所以我最早降低 其實保費 保費風險跟理賠額 我如果金額上漲1000萬的話 你預算多變我反而支持你 對不對 你們現在是說沒有人來嘛對不對 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沒有人要來做這個業務 所以我知道降價求售嘛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我聽得有了 我還沒說完喔 各位金雄在後面喔 我們另外一個特種單位叫憲特 憲特保多少 這裡有沒有憲兵的 轉過來的 憲特通通保1000萬啦 那為什麼憲兵的特種單位 他可以依照法規的第二款 投保金額付1000萬 我們的 國安局的特勤中心只能保200萬 而且還是因公 比一般軍人因公的350還要低 請你告訴我到底在哪裡 這個不叫保護我們的刨責 那如果真的是因為國安局特性 沒有保險公司的話 那我建議以後我們特勤中心的 那個發包齁 委由憲特幫我們發包好了 他1000萬啊 他標出去了啊 他1000萬有標出去耶 我知道 而且好幾年耶 那為什麼你們標不出去 他的保費比較高 我剛才講了嘛 我們會調整 你應該給1000萬的保障 像是法律保障我們特勤人員的1000萬保障 我們的我們的弟兄們冒著危險 在保護特別的對象 不管他保護誰 我這個是為了萬一有事的時候嘛 那法律給他1000萬你保200 將來萬一啦 我希望都沒有事 萬一的時候那800萬差二誰來出 不應該這樣做 現在他保1000萬保費當比較高啊 這一定的嘛 對不對 就你們現在編成是我不負1000 我違背法規 我該為什麼要先念你們的法規依據 你們的法規依據就告訴你 比照國軍團保 國軍團保的兩類裡面 一般軍人就是英工350 非英工200 特種勤務人員是1000萬 你就比照這1000萬 你該編的保費 我相信我們在場委員 沒有人會砍半毛錢 因為這是保障弟兄們 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給他加小最起碼的一個安心 你現在變200 好東西都沒有事 有事情你這200怎麼辦 我拿出那個團保規定說 你們應該給我1000啊 所以我本息在這裡喔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在從歷年的經 從107年度看下來 你們當年因為 104年發生那個意外事件 所以保費高一點 就像我們汽車這個合理 我汽車發生車禍 我保費高一點 所以那一年是31萬2000 你們是用250人來編 你們編42萬 決算31萬 後來 都沒有事情 所以要降到25 降到22 降到21 那既然是這樣降 我今年的投保 我可以預料 不會超過21 你們為什麼還編42 你如果要磕 你就磕 我們就照算 你現在應該編21萬以下 如果你要對弟兄們照顧 你應該按照1000萬的投保 編高一點 可能要100萬 我覺得應該 那個錢不能審 所以本席是根據你們的邏輯 你們只投保那個200萬英工 這是不對的 但在這不對的數字上 你們歷年因為沒有出險 所以遞減費率 應該支出額小於21萬 你卻編列42萬多 所以本席建議減列16萬8千元 數字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建議減列 但是如果局長說不行 我們在裡面也可以一千萬 縣特為什麼標得出去 我們標不出去 你恢復1000萬 你再送進來 我支持 我100%支持 特勤人員應該1000萬 不應該是200 這個整套是錯的 所以我建議主席 我這邊是要簡列16萬8千元 好 報告委員 我這邊可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可不可以做成主決 就是說 我們把它111年 因為有些預算我們可以 二級用途別 我們自己內部可以做調整 然後我們就保到一千萬 你這個 你 就明年要保到一千萬 對 我現在就要省明年的預算 對對對 就是 但是這個額度不要 那你知道一千萬的預算要多少錢嗎 多少啊 他們去雲資 對啊 你還可以雲資喔 因為二級用途別是我們機關 你們要討論好 就是說可以雲資 你覺得在我們委員會這樣嗎 要不然看要先凍結 然後他把它到底會改成怎麼樣 怎麼處理 以後我們再來看 不過 本席在那邊點出這個問題 是要告訴說 我們特勤中心 你們都很辛苦 這樣子啦 不然 你們那個金額從頭到尾都亂弄嘛 那個委員 這樣子啦 委員所說啦 勝勢啦 我答應你 我來處理 保一千萬 從明年度保一千萬 那這個金額就不要 是不是 對 你就不要動 我要看其他委員意見 因公一千萬啊 對 那我這邊要 你有到二把錢可以用啊 我這個 我這個我們不能不見 我們不能不見 這個還好啦 你如果三百萬的保而已 保三百的話 保會超過五十幾萬 委員所說是不是 那你如果一千萬 我還好啦 我答應 所以局長 這個問題 我是要希望即刻解決 你知道你們幾年了 都保那個兩百萬 那開什麼玩笑 根本沒照法律來啊 好不好 那不然這樣子我們做個處理 其實局長呢 今天雖然做一個很重大的宣誓 就是明年度開始 他們內部會去處理 保到一千萬元 那我們呢 就麻煩 這個我們跟 王定義委員的那個文本 寫一個主決議 然後我們再做委員 包括有連署的 或是認同這個的 就一起 不是 因為我們也有提案 我們不是簡列 我們是凍結案 但我們意思是說 剛才王委員都講過了 那我們也知道特勤中心 是以身作頓 以身作頓 那誰給特勤人員當頓 所以 這個一千萬是一定要的 但是局長雖然有承諾 但離執行面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執行 所以我們事事也一樣 我們的凍結數保留 然後呢 待你們這個投保的這個完成的這個 改成一千萬以後 我們就自動 林署任務委員 這話參考一下 第一個 他們24小時都應該有保險 所以他們年度銜接 就應該立即就銜接到一千萬的保險額 所以我的建議說 如果局長承諾 我們這邊把他改主決議 我錢不動他也不簡列他 那你們的保險契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凍結齁 就明年度1月1號 他是1月1號年度 1號 所以我們凍結他也沒辦法執行 會派我們特勤人員在保險的銜接上 沒有 這不能亂講 我們的凍結並沒有匡列在這個業務費裡面的保險費而已 他是整個第二幕裡面去進行凍結 他有七百多萬去進行凍結 他沒有限定在凍結在保險費 提案是提案保險費啦 對啦 但是是凍結在七百多萬裡面 我們是在赤項目向下 那個 跟各位委員 我們參與聖節 我們其實大家的目的都一樣 我們希望特勤人員得到完整的保障 那局長已經承諾1月1號開始 就是投保一千萬 1月1號是確定的嗎 對 一定要這樣顯示 除非委員這樣子我建議說 因為我們的目的呢 就是要幫爭取 那今天局長很有魄力的就這樣宣示 那我想照顧得到啦 1月1號現在沒做到 我們馬上三五分開 他就給他好看對不對 我們現在洞三的 跟原意的都不一樣了 是不是又舉決議 要全部大家都聯想 沒有他在這裡只要講清楚說 他的保險 確定能夠無縫銜接就可以了 他一定要無縫銜接 陳曉得喔 我在公部門的說不定 好啦 除非委員OK啦 其實主決議 我們陳明通教授 這個社會上是有一定的那個公信力的 一定要無縫 他不能沒有保險 他二十小時都能夠 這種陳柯的問題 你該能拖這麼多年 好 那這樣我們來做處理 我們就這個 這一案改主決疫情 用歐立委員的文本去寫一下 每一個人都跨黨派都聯署 然後呢 局長剛剛是承諾 1月1號開始 無縫接軌就改為一千萬 這個保險 然後呢 那我們就希望 局長說到做到了 好不好 OK 謝謝委員 來 劉建國委員 來 我 我說真的 這個 大家會支持 不過 也有編列預算的 那個單位 還有相關的人員 是不是應該要送懲處 這講清楚啊 這講清楚啊 對啊 我們支持 不會不支持嘛 就是那天神經歷預算的時候 講很清楚 為什麼國安局只有編 這一點點的預算 我還覺得還真的實在是 太僵化了啦 怎麼會僵化到這種程度 所以那個主決議 要不要把那個相關人員 應該要適度的處理啊 那個 局長剛才有說 他 他自我 這個 來檢討這件事情 然後做出政策決定 啊 劉建國委員很關心 就拜託局長 務必 多處完成 好 我承諾一定做到啦 好 我要建議委員 講的是一個違法的狀態 他怎麼可以違法這麼多 違規 違規 OK 這件事情在我們 我們本 會期委員會 大家的努力之下 終於有重大突破 所以謝謝各位委員 這樣子齁 好 那再來我們進入到 第13、14、15案 齁 來我們請進行說明 各位委員好 針對提案第13案裡面 有關於編列的郵料 與實際狀況不符的部分 我先做個報告 在郵料的部分 是讓我們編列 是用共同性費用的 編列標準來編列 那跟實際狀況不符 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111年是110年編列 那110年是109年編列 也是前一年編列 所以 隔年狀況情形 我們不太清楚 那就今年來講 那剛好是遇到 新冠肺炎的情形 所以變成 去年我沒辦法掌握今年狀況 所以實際其實會有點差異 所以在這邊 跟委員做個說明 也希望能夠 免於簡列 謝謝 所以這是向三位提案委員做的說明嗎 好 那 溫委員跟江委員 我 既然那個 既然 國安局都說他沒有辦法評估 那我們就凍結嘛 各位 你用多少的時候 我們再來解凍嘛 好不好 這邊還是凍結一百萬 對啊我改凍結一百嘛 本來凍結三百的啦 OK啦 反正你現在也難估明年 你就等明年 明年用到一定程度來解凍就好了 好不好 你忘了 第十五案 我講的第十五案 我講的是第十五案 我講的是第十五案 怎麼一下子 怎麼一下子報章雜誌 才去年跟今年就差了九十萬啊 所以我 對 對 報章雜誌這就是文字會用啊 這邊跟委員報告 有關第十十四案跟十五案 有關那個物品費的部分 並來做說明 那本局 一百一十一年度 物品費較上年度增加的原因 包括 一 預算科目的調整 檢討 我們今年度檢討明年度的預算 將原編一般事務費向下屬於行政訴務 以及清潔等耗材的經費 按行政院的標準 用途別的定義 改列為物品消耗品編列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點原因是 加強環境清潔防疫 以及辦理辦公室的整修 增加了環境清潔 及電腦周邊等耗材 以及購買萬元以下活動櫃等 辦公用物品 以至於物品費增加 那見請同意本項預算 免以簡列及凍結 那個剛剛各位委員的報告就是說 大家這個共同把關的精神 這是很重要 那因為這個也都是基層大家在使用 所以是不是可以想說 以這個江啟臣委員的案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凍結50萬 表示對他們希望尊結的一個重視 那但是不要限制太多了 一百啦就不要變了 就一百啦 我們原本都更多了耶 對不對 反正都是最後來解鬥嘛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有自害難刑 你們怎麼 不會啦 這50跟100會自害難刑 一百啦 好啦 對啦 好 好 局長說可以 鄉親沒有價格 那這樣子 你這樣就頭到尾都不要價格 13案到15案 頭到尾都不要價格 一百一百來 13案到15案 以江啟臣委員的案子為主 然後凍結一百萬元 解凍條件是書面嗎 書面報告就可以解凍 好 OK 再來16到22案 請請做說明 主席我可不可以先說明我的提案 22 16到22嘛 好 請請請說明 我們的國安局裡面的清潔 還有學員膳食 還有外勤駕駛 其實都是勞務委外 他是用承攬的方式 因為有一陣子我們宣稱 行政部門大概就是要求要零太遣 那我們發現有一些個案在發生 就在公部門裡面有一些個案 會產生勞資上的糾紛 那其中一個個案就是說 這個承攬的那個公司倒閉 可是那個 在我們各個機關裡面做清潔 或是其他業務維持的這些人 被欠薪 但是那個公司倒閉 可是我們 如果是派遣關係的話 我們政府部門當然是要派單位 那錢也不能夠直接給這個 幫我們做清潔的人 那他們也要去尋法律途徑 去這個爭取 要去打訴訟 然後才能夠拿回他們的工資 可是我們知道做承攬 或是做派遣的這些清潔人員的勞動力 他們其實每個月的薪水 就是每個月要養家的 那有時候一欠半年 然後打官司打個多久 這個礦日廢時啦 那我們其實私底下跟這個工程會 也跟榮市總處在討論 就是以前是覺得派遣的關係裡面 對勞工不保障 所以行政部門才說 我們不要再用派遣 可是都改成承攬 那我們現在發生說 我們把派遣在勞動法裡面 我們把派遣 多了做了一點修正 派遣裡面要派公司 對於這個派遣公司 所做的工資的這個 有連帶要給付的這個責任 就是你的派遣公司 如果沒有給付薪資的話 要派公司可以先給勞工錢這樣子 總的來說就是 我們希望 我們工部門一個一個地方 在人事總處和工程會 雖然還沒把那個契約範本訂出來 他們會盡快去訂 但還沒訂出來 但是呢 我們未來也希望說 國安局等這個主管機關 修改了這個契約範本以後 我們也應該要同樣的去比照 這個契約 再訂定承攬泥 我知道行政部門好像 不願意再訂這個派遣契約了 但是我們承攬裡面 我們要訂訂一些復約 這復約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工資給付的部分 我們機關可以應該優先先給付給勞工 然後去抵這個未來 他們來承攬的這些價金 我說這樣你敢聽嗎 感謝那個林委員的指導 這個部分可以聽出來 林委員對勞工部分 是非常照顧的 也非常用心 那首先我這邊做個說明 因為我們公司裡面 是沒有勞動派遣 我們都是屬於那種 勞務承攬的部分 對啦我是說因為大家以前是派遣 但是因為我們行政指導下來 要求我們的零派遣 所以改成承攬 結果現在 因為派遣法我們在勞動專章裡面 沒有辦法訂專法也沒有辦法再訂專章 所以我們派遣後來就逐條去修法 修法以後就發現 我現在修完法的派遣的關係 保障勞工的比承攬還要有保障 所以簡單的講 其實用派遣還比承攬還有保障 現在啦 那我們要把承攬的這一個漏洞補起來 所以我們要不比照現在的派遣關係裡面 我們這一些履約的這個價金來承攬我們的廠商 如果你有勞資糾紛或者是 你有倒閉工資沒有給付 那麼我們要把我跟你承攬關係裡面的履約的價金 我要一部分優先先去幫你去付工資保障勞工 那這個在未來人事總處和工程會 他們要去訂一個契約範本 那我們是希望說我們這裡要趕快先行研議 那未來也要銜接過去 如果我們用的從來是這樣子 到時候我們就依法行政 依照新的一個合約的規範 我們就比照來辦理 這個沒問題跟委員做不好 對好 那我們要改成主決議 還是要我們一絲一絲動一下 是 必須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依照採購法第六十三條的第一項部分 改主決議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列入主決議 那是不是委員是要改主決議嗎 就是這個精神 好改主決議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也是一絲一絲動結一下 動五十萬這樣子 主決議就不用 主決議跟那個動結 好吧 不用了不用動了 直接改主決議就好了 好那請跟這個 蘇芬委員這文字的部分 來進行這個 處理我們第二十二案 因為跟前面幾案 他的項目內容比較不一樣 我們先處理二十二案 就改主決議 針對十六到二十一案 還是請做個說明 好嗎 麥克風 要麻煩打開一下 我們退勤中心的服裝費 那我們退勤中心服裝費呢 近十二年都沒有增加 每年都是兩萬三千塊 都沒有變 那另外 在自發的時候 我也有提到 有甲類以列 我們也沒有分 人員 他的工作的性質 還有階級的身份 包括我 跟駕駛 每年領的錢 每年做的服裝 都是一樣的 沒有差異性 另外 有一點要跟委員要報告 那個 可能劉建國委員 在這一段也跟您報告 就是在這十年當中 公務人員有調整兩次薪水 但是我們 兩萬三千塊 這十年沒有增加 一毛錢 國軍 一樣的服裝費 他增加了一倍 在一百零六年 他有做調整 那我們特勤中心 都沒有調整 我擔心 講這句話 可能又要受處分 沒有增加特勤人員的福利 但是我是講很明確的就是說 我們不會浪費公堂 請委員您放心 我們會把這個服裝 按照開口契約的方式 著實的編列 對 假設 這個人 他在年度 會退伍之前 他是不能領服裝的 還有 他沒有實際執行特勤工作 也不能領服裝的 我們在審查其實會很嚴格 這個案子 我建議之前有跟陳以慶委員有報告過了 可不可以簡列十萬 其他委員可以免與凍結 報告完畢 對不起 因為他針對我 他剛才一直看我嘛 對不對 不好意思 那劉靖國委員 那王定委員 林昌周委員 我很快的 剛才我已經換過你了 因為有人講違規 違規是一定要懲處 違法就一算法辦了 應該是這樣 我也換過了 我的提案內容很清楚 你簡列十萬我也跟你接受 你們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僵化 十年沒有去調整 這是你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是 因為當天僵化 我覺得你們變成僵屍了 這也不對 再來我的內容很清楚 你們是275 法定編列人員275 那為什麼會跑出304人編列要買衣服 每年都有一些的新進人員 平均一年大概15到19 我們把他抓17個人 所以加起來是304個人 但是報告委員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們按照核實編列 因為我們跟契約行為是開口契約 如果說他沒有進來 是不會給他這個額度 另外 我們主計啊 許處長要求很嚴格 我們只要連度這個預算 因為開口契約 預算有多的 會結合局裡面的剩餘數 會繳回國 所以你的預算一直沒幫我增加 都是那個 他的問題就對了 好 那我知道 謝謝 好啦我就照你的意思 你也十萬人 我抓到兇手了 OK謝謝 但是 因為大家都在談不同層次的事 那我的案子 雖然也有劉建國委員的那一個層面 但我還是想知道一下說 像假類 尤其以類 如果他大部分是行政或是後勤的工作的話 那這樣不同工作的人員他在替換 或是說籌補的這個內容跟頻率 是都一樣嗎 呃 抱怨我不用麥克風 假類就是我特勤人員 以類就是像主計 陣風 人事 他在我單位裡面也是做特勤工作 我在出勤務的時候 我旁邊有法務人員 他是局裡面來一條邊支援 因此不管假類以類 我剛有跟委員報告 沒有身分別 沒有職務別 我們沒有差異性 跟委員報告說明 那你的報告我的想法又有點不太一樣 第一個我們假類的人員代表的是 直接到外面出外勤的啦 以類的是做辦公桌為主 但他有資源勤務 但不長 不長啦 就是說頻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你服裝兩萬三 如果是一直強調這麼多年沒有增加 該跟著物價漲沒有人反對 但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何時去編預算 何時去做決算 你知道你們以類人員的耗損 因為他平常是擔任行政後勤 所以一樣的服裝的耗損率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們都是一樣的預算在編列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在108年跟109年 你們有服裝取得後 他短期就離職了 所以就是在離職人員的 跟服裝籌措的管理上有漏洞 我就三年而已我就沒做了 別人也不能穿 所以基於這兩點我認為 從這個服裝費用該給你們 你們也確實是何時之用 所以我這邊我沒有提簡略 我凍結100萬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們這個常常不精準 因為常不精準 所以凍結100萬 那有需要你書面報告來 以我的提案我就同意你放心 但是要提醒你們在管理上 可能要強化一下 假以類的人員 服裝上是不是可以適度的分類 那我們出外勤的人 可以多一點3萬5萬4萬 那內勤的人員他有內勤的服裝不太一樣 那你如果說他都要支援勤務 去做一個管理把它調整好來 然後不要再發聲 籌補服裝領完之後他就再見了 就離職了 這樣子是不妥當的 所以基於這些原因 本席是建議凍結100萬 那看看你們覺得怎麼樣 那委員跟委員再做個補充 等一下再補充 那我再請講完再補充好了 我提的問題也是一樣 既然你們分甲類跟乙類 乙類呢平時就擔任行政 跟後勤工作嗎 你剛剛講的通勁啊 後勤主席法務行政等等的 這些畢竟還是做辦公桌的多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提到說 反正他們沒有誘大還是會繳回 還是沒有領 還是每一個人都平均發兩萬 都是兩萬三千塊的服裝費 都是發兩萬三千塊的服裝費 你說十年都沒變嗎 報委員我 我這一起來說明 那乙類呢 我還沒有講完呢 是是是 那乙類也是領兩萬三千就是了 一樣 對啊那國安部的陸軍都是九千八而已啊 是 算你們兩萬三也是蠻高的啊 對不對 不會高 好啦 可以嗎 我現在跟你講啦 一個原則 你剛剛講說 甲類乙類都是兩萬三 對不對 對 可是你剛剛有講說 如果沒有用的話還是會繳回啊 對 沒有用是 沒有那邊的會繳回 沒有那邊的 就像你 那個兩百七十五變成三百零四 沒有新增人員的話繳回 沒有錯 是新增人員的繳回 不是還是每一個人都領嘛 不是說行政人員沒有 沒有買那些服裝的話就 還是每一個平均都是兩萬三 所以這樣 我們講的就是工作性質不一樣 我懂 應該也有點差異嘛 我懂 所以冬結一百萬 好 報告王委員 報告廖委員 三點事情跟您報告 第一點 我們的服裝 不是拿現金兩萬三 我們是 籌補之後呢 給廠商 進來按照我們的需求 他的衣服 他的 他的製作好需求 有西服 操作服 便服 體育服 甚至鞋子 還有皮鞋 球鞋等等的 那麼 那麼假設 假設是 以我來講 以我來講 我是假類的 我不可能每個都挑選 每個挑選要四五萬 因此正如您剛剛所講的 假類 挑選他需要的 在外勤工作的 以內 他是 後勤人員 他挑選他適合的操作服 這個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 國軍 9860 他是服裝費用 他是個人裝備 不含團體裝備 但是我們特勤中間所屬的所有人員 他的穿著服裝 就是這套服裝 就是個人裝備 也是團體裝備 他一年就是兩萬三千塊 但是 國軍的實際上 他的團裝 跟個人裝備 是分開的 因此 9860 之下的各裝 不是 這邊 前衛報告 什麼叫團裝 什麼叫團裝 我了解 我現在跟你強調 你們團體武裝就是 就是兩萬三嘛 我們現在跟你講 假類跟蟻類根本不需要相同嘛 就這樣子 你們出去請勿 報告員 我們把說面資料跟你跟王委員做個說明好不好 那個 總 我是這樣講 因為他蟻類的人還是會有資源 所以你們有些服裝相同 我反而覺得 報告員 那個事我可以接受 我現在是告訴你們 你們在管理上有一些落實 比方說兩萬三不夠 那你應該提出來告訴我們怎麼樣才叫夠 第二個 假蟻類 蟻類到底一年資源幾次 如果真的沒有什麼資源 你是不是把它分類一下 把製裝費用在外勤人員上面 因為在外面風水雨賽的 他確實耗損比較快 跟辦公室偶爾資源會不一樣 但是我現在不能要求你假蟻類的人穿不一樣的衣服 這個沒辦法 所以我才用凍結的方式 就是要你改善 我沒有把你減掉 因為減掉的話 你在裡面也很難處理 然後另外你們 人員的心境離職跟籌補服裝 一定要做好管理 不要再發生那兩年度有人領了就走了 這個不宜 所以我們是基於要求他精進管理 所以我用凍結 要不然我就直接減結就好 因為我知道你們假以兩種人 確實還是要一樣的製裝費 那個陳怡信委員 這個部分其實 就是從去年審查我相信 甚至上街審查的時候就一直存在了 那其實這背後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筆預算 既然十年來都不會改變 一筆十年來都不會改變的預算 是非常奇怪的預算 為什麼 至少還有通貨膨脹啊 十年通貨膨脹都三四十有了吧 那為什麼你們的預算可以每年都可以精減下去呢 所以局長我要請你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一個十年都不動的預算 有問題 如果你今天告訴我加10%或加5%是因為通貨膨脹 那我還可以接受啊 我覺得這個合道理 可是事實上你從來沒動過 然後現在每一年都告訴我們說不能夠減不能夠動 那 基本上我覺得反而這就不成理由 所以我今天是覺得說你說今天大家認為說夾以兩個要分 好 那 這個分了以後是大家都是每年都一套西裝嗎 還是每年都一樣的設備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都可以用好幾年的嘛 是 對啊 所以你今天就是這一筆預算都不動的情況之下 你變成你每年都一堆的那個量在那個地方 看大家怎麼分 然後你每年就用一樣的預算再買一批量機來再看大家怎麼分 所以你存貨一定一大堆嘛 所以我就讓你回去查一查 這個背後齁 是不是屯了一大堆 然後 然後 然後在那個地方然後 那 那怎麼會都分得那麼準 都那麼巧呢 對不對 十年預算都不要變 你們消化預算太厲害了吧 齁 不越買越差大 哈哈 好不好 我為什麼今天說 簡列十萬塊意思意思 十萬塊對你們來說差別不大 但是 可不可以把這個後面釐清 大家講了好幾次了 然後 這個這個今年也在發生 局長也幫忙注意一下這個後面的預算好不好 用動的啦 謝委員關心啊 那 我把那個相關資料再跟三位委員再做個報告好了 那 簡列已經十萬意思已經到 就是說 意思要到啦 今天簡列十萬對他實際沒有差別啦 但是我要看到他 後面喔 書面的上 經濟改進的作為書面之後 會給三位委員來 那個 動結的大家都要看啦 但是我還是希望維持簡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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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簡列十萬 好 那這樣子齁 動結多少 動結他們十萬 我要把他給我插 我插 我插 我們這樣子啊 簡列十萬動結五十好不好 就是說 因為還是有關於他們的服裝的福利嘛 那我們簡列齁 十萬元齁 呈以信委員剛才已經有一個是 單案動結的部分 我是簡列的提案啊 所以就在我的第十六案 好 那我們 我們稱以信委員齁 這個簡列十萬元 然後呢 動結的部分 動結的部分 我們那個 看是林常州委員 王定委員 跟廖丸如委員 我們看一下以誰的 剛剛前面講動結五十萬的嗎 動結五十萬 對動結五十萬 要不然 是不是我們尊重小黨 因為後面廖丸如還有蠻多案子的 好啊 是不是 用林常州委員的案子 動結五十萬元這樣子齁 然後解凍條件就是書面報告後 然後解凍條件的動資 然後簡列的十萬元科目自行調整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我們已經處理到二十二案了齁 那接下來二十三案是一個獨立的案子 王定委員的案子 跟委員報告 有關第二十三案 呃 兩百八十人是我們公開預算原額的部分 如果是依照我們全局預算原額一千多人來算的話 一百一十一年度的辦公器具養護費 並沒有超過編列的基準上限 所以建請委員同意免以解明 你這兩百八十跟精準的數核不要講出來 跟你們一千餘人 你是怎麼分成兩百八出來的 就做辦公桌的人 是不是 公開 特性的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這兩百八其實就不用去扯到其他的人 我先講一下我這提案的理由齁 因為我們這一個向下編列七百五十二萬六千元 那我們如果去看你們的車輛維護的那個預算書裡面的報告齁 你們每那個公路車輛的明細表顯示是六百八十一萬嘛 然後辦公器具這個跟一般設備無關 這就是辦公器具 辦公器具的費用是七十一萬四千元 那行政院主計總處本來就有規定 就是辦公器具養護費每元額每年一千零四十八元 所以我用兩百八十元額來計算乘起來的話 應該是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元 所以你編了辦公器具養護費七十一萬四千元 根據這個計算方式那就多出來了齁 那這多出來的部分所以我才把它提 這個我就去提簡列 除非我這個計算書是錯的齁 你不用再扯其他八百個幾一千個人 因為我就先就這兩百八十個人他用的辦公器具 那每一個人應該每一年度編多少錢來算 那對上你的數據 否則你 你就是要不然就有償 你可以告訴我有償 要不然我什麼算都不對啊 包委員可不可以做個說明一下齁 因為如果這樣這樣 因為我們這兩百八十是公開預算的預算員的預算員額 那我們有一部分的是人事會是編在機密預算 那理論上你機密預算也要編這個辦公器具養護費 對可是我們機密預算沒有編這個 我們全部一定要公開來再編 所以你這一個是含 這個七百五十二萬六千元 你是全部的向下辦公器具費用 對 對 機密預算裡面的也在這裡啊 這不要再講了 再講下去就算出來了 你要把它公司寫出來了 沒有啦 他們有慘白啦 算不出來 你這樣一個人多少錢 那這樣子原則上 OK 結果我們也沒有達到準決預算 我們也沒有達到行政業的標準 一千零四八 我們也是有需要 你知道一編下去也會排擠到錢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編到這麼足額 OK 我再確認一下 你這一個向下的辦公器具的養護費用 是涵蓋所有的人 那只是藉由公開預算來把它編列 對 好那我們有意見 好 第二張案車案 那第二十四案 也麻煩說明一下 二十四案 那你們要先說明吧 那這邊 各位長官大家好 針對二十四案做個報告 那因為我們 固定的空調設備的一個維護啊 因為我們的維生系統 因為已經到達三十五年之久了 那因為 每年編列因為近期的 原物料的漲價以及 零組件以及人工成本的大為增長 然後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有 增列了電梯機電設備的維護 以及 安康安泰營區的邊坡設置整治的維護 所以 會增加一百多萬 原因在這邊 所以在此跟委員做報告 那鑑請 綿魚簡列或動靜 謝謝 這個 年一年都嘛 在增加 我們 從過去審到 審到現在 基本上 維護保養啊 什麼的這些 每一年幾乎都是增加的啦 按裡面 說明大概都是說 因為 什麼 嗯 物料上漲啦 等等的 呃 呃 哦 一百你們可以嗎 這會不會 所以 第二十四案 你把國安局這邊可以嗎 那個處長這個 糟糕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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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啦 一萬啊 你這都沒有問題耶 你有問題 有 蛤 剛剛 都沒有問題 看機場 蛤 沒有問題 沒有啦 這 本來是動兩百的耶 我沒有檢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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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沒有檢列啦 看在鄉親的分上我沒有檢列 就是凍結而已啦 沒有啦 無私啦 後面也沒什麼案子了啊 沒有啦 後面也沒什麼案子了 就動一百 你明年再來 明年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你物價的東西 你現在 我去講什麼 你也很難估 四十一案還有啊 四十一案再來說啦 三十三案還有啊 那再來說啦 就是先過再說 因為我們 那個教委你的比例都已經上各個圍 你們也算動比較多的 所以是不是這樣 沒有 沒有任何檢列都是凍結 我知道 我知道 要讓他們 那後面就不能檢喔 等一下就 一百還好啦 一百還好啦 反正你也是明年要來解動 五十個一百對他們來講 局長也是 也是要來解動啊 那這樣子 後面將委員再放軟一點 齁 呵呵呵 好 那這個案就是 第二十四案 凍結一百萬元 書面報告候實的動資齁 齁 然後再來 第二十五案到第三十案 這個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那 你應該同意吧 對 你們副局長都沒有 都沒有人 啊 結果特支會 啊 所以 你那個特別會 副局長沒有人啊 動一個副局長 應該是應該的吧 就是同樣的已經動了五十萬了 所以說 剛剛那個 陳姓陳委員那邊已經 因為我們副局長沒有 這個是人事會 這個是特別會 不一樣 不一樣 理由都是一樣 不一樣 那是人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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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特別會 是不是可以 所以我們才說 是不是這兩個齁 你就是這樣子編的啊 你的是二十三萬四 這是一個副局長的特別會啊 你們自己看一下 你們是這麼編的啊 剛才業務費齁 既然是 這個 凍結了 這個 五十萬 人事費嘛 人事費嘛 那這個特別費 那就按比例啊 你也要動一個比例 因為你到時候補期的時候 這個人還不會來啊 對對 來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不是 動五十對不對 剛剛是 動五十 動五十是說 你如果人來了 那你還是馬上可以有錢 可以用 然後呢你接著這項文會 做報告 之後面就可以開了嘛 那現在特別費也是這樣 你不要全部都把它 動掉了 晃 那我們至少 動了一半的特別費嘛 你總 你總是來得及 送到這邊來嘛 去年也是一樣的問題啊 去年也是 也是傳全動啊 等他人進來 我們就晃了啊 我是覺得齁 剛剛莫言講的 包括很多委員提出來 意思都一樣 因為這是特別費嘛 對不對 所以凍結二十三萬四千的話 如果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凍結 只是寫個主決 如果人到了 我們就解凍嘛 好不好 來 林昌主委 我的重點比較不一樣啦 那我想 那我知道 可不可以我們二十五到二十八 同樣的事情 我們先講 好好好 我以為到我這邊 再來專注到我們二十三十案 然後呢這樣子齁 我們 如果 國安局這邊沒有意見的話 二十五到二十八案齁 然後 然後書面報告子的動資 可以比照之前的第一案 就是書面報告 就我們 售詢我們就可以直接動 對啊 你們人員當的時候 有協格主決議嘛 書面報告的動資這樣齁 好那二十五到二十八案先這樣子通過齁 那二十九案跟三十案齁 尤其是三十案 因為三十案那個委員在這邊 是不是說明一下 對 我稍微說一下齁 因為這個其實我就是幾個會期 都有在追蹤這個事 就 慢慢的還是希望說 國安局 除了這個基敏的預算以外 其他其實依法 就 公開的這一些 就把它放在公開的預算 所以這個部分 我提凍結的原因 就是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 這個 評估的一個 一個報告 就是說那這一些 例如說 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們一級主管 這個是沒有辦法 還是不行 那或是說 其實也是可以 那就至少讓我們知道 因為我今天講過 其實包括圓兒 跟他的信奉 這個都是公開的 這個法律規定就有了 好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處理看看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天天審查 是二十五到三十案 的病案審查 那剛才已經有宣告說 是以廖宛如委員做主題案 但是 我們要求 國安局 在做書面報告的時候 要把第三十案的內容 一併說明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 二十五到二十八案 是一個案有 但是第三十案的案有 也要在書面報告裡面 去做詳架說明 然後我們並案 凍結 二十三萬四千元 這樣子 好 謝謝 再來第三十一案 這個案子有關陳文成案的一些機密文件 當然我看過全部都黑的啦 那這是攸關轉型正義 我這邊就不多論述 我這邊要求凍結兩百萬作為改善的要求 那如果再不影響你們業務奇效 我希望就是照這個數額啦 我跟委員報告齁 我是秘書室主任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裡面有提到說 陳文成跟 還有林宅血案 陳文成跟林宅血案 這個塗黑啊 或者是把它變成加密到兩百 你是沒有開門 你沒有開不能做虧記錄啊 委員這邊有提到說 我們幫林宅血案跟陳文成這個列為機密 然後加密到兩百 兩千零四十一年齁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在 這個一百零八年 政治檔案齁 這個七月二十四日 政治檔案那個實施公佈之前 那我們在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以後 林宅還有陳文成這個 這個這個相關的檔券 我們都已經把它解密 沒有一件 沒有一件有密 那我們也把它送給這個檔案局 現在所有的券中也是 那個塗黑的部分都拿掉了 塗黑的部分那個是因為 以前有涉及到永久 永久保密 那永久保密按照政治檔案規定 我們是有報給上級機關 這個我們討論過 當時永久保密 在 我印象是在一百零八還是哪一年定的嘛 對 一百零八七二十四十 一百零八年把一個幾十年的老案 做了永久保密嘛 那我們討論過 我現在就不浪費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現在兩個案子沒有 都沒有遮黑的 沒有全部遮黑的 完全都沒有遮黑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像他這樣 永久保密的都解開了 它裡面沒有一件是永久保密的 這兩個券中裡面 我們局裡面所存管的 沒有沒有一個全黑的沒有 你們不是基於那個永久保密 把一些東西都塗黑的 這兩券這兩券沒有 我去年還看到那個 全部都塗黑的東西 這兩券沒有沒有沒有 永久保密的這個案件 那有一件限制應用的部分 我們是按照這個政治檔案條例的 這相關還有勤工法這部分 我們是有秉持一個最大開放 最小限制的這個精神 我們來辦理政治檔案的開放應用 那目前喔 我們局裡面也配合處長會 還有檔案局 他們有些會見證跟顯定的一些政治檔案 我們按照它的旗程 我們分批 然後呢按照它規定的旗程 就把它移送 把它移轉給檔案 現在完成到百分之多少了 現在以700多 我們現在完成291 那按照它的旗程 我們是按照它的旗程 因為它規定我們什麼時候哪一批送哪一批 我們是按照它的旗程來作業 所以我們沒有像 因為這個報告啊 跟委員報告 這個這個 這份報告事實上是 處長會在5月28號 向行政院提出了一個調查報告 裡面提到了這一段 但是它下半段 這一段是提到這個是在7月24號之前的狀況 到了108年7月24號 政治檔案解密之後 就沒有這些狀況了 是這樣的報導 這樣我可以接受嗎 不好意思 謝謝 那既然局長開口我們就動爐死好了 好那我們已經說明了解了 那31案就進行測案 現在第32案跟33案 各位委員好 針對32、33案做報告 那因為我們的房屋已經蓋了35年之久了 那也房屋設備已經老舊也漏水了情形 那我們為了加強房車結構安全以及改善同人的辦公環境 那確實有修繕的必要 那建議就委員能夠免於凍結 謝謝 來請問委 這個 房屋修繕是一定要修繕 可是為什麼是每年都在編列啊 今年又編列900多萬 去年也有編列 是不是常態性的編列啊 後來也沒有 因為每年編的都不一樣 像我們 應該有一個長期規劃 你不能每年都在編 每年都在修 因為我們每年有編 但是沒有常態性的每年連續扶編 比如說我們這次修的 四處是110年跟110年 六處是110年、112年 是這樣的分年編列跟委員做報告 我這邊可不可以做個補充一下 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的房舍已經35年到 而且我們是在陽明山又潮濕 所以很多家具 如果是木質的家具很容易很容易壞掉 而且我們現在編的這些的標準 其實比行政院給我們可以編的上限額度還低 行政院的150億人 每平方公司可以編到9千多塊 151人以上可以到7千9百五 那事實上我們編的 按照這個平數算起來 其實我們都沒有達到 差不多將近一半多一點點 事實上我們已經準結在齁 是 你這個 現在你要修P洞 P洞的三樓是 估計500萬嘛 G洞的三樓沒有估價 有 E F洞 這個部分 跟委員報告有 要花多少 呃 你這923萬 你的細部 現在你的內容是 怎麼分配這些錢呢 這個部分是針對我們的P洞 G洞 還有防水 這三項工程 對啊 嗯 所以剛才委員您講的G洞的那一塊 是我們182坪 然後換算7千9百五十元 乘出來的預算 總共大概是139萬多 139萬嘛 是的 那P洞三樓那是500嗎 對不對 所以是639 那是5百 523萬 523萬7千 是 所以大概就660萬 再來就是一個防水工程 那防水 防水這個多少 EF頂樓的防水啊 防水要花到400萬是不是 呃 大概 261萬多 唉 好啦我們凍結50了 鄉親嘛 因為他已經用了很少了 是不是這個案子 我們就用了 鮑威 鮑威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事實上我們這些還多很多啊 因為我們這些犯理一下齁 明明都在編 而且我不可能一次全部補邊族還一直講鄉親啊 江委員 江委員 不好意思啊我第一次到國防啊 然後他們給我看一些預算 我是覺得說蛤 我都經常覺得蛤 怎麼會這樣 後來就想說他們這個 我們在其他委員會審的時候 像建築修繕我們大概都不會看 因為 因為其他部會都會覺得這個是最最少的 但到他們這裡來齁 就會發現說 大家為了總的那幾十億在這邊齁 這樣 呃 我是 沒有我是要講說 陽明山的失氣很重的齁 那些修繕一定 海邊啦 山頂啊 這種的一定是英文修不完的 所以我在想說 我想說 可不可以少一點拜託一下 因為 江委員 在睡覺啊 因為兩位委員齁 我們委員江委員已經算是 我們目前 因為我們其實很少啊 包委員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 東了去刪你們的預算 這個都只是要你的 欸 你冬節怎麼會沒錢 動節怎麼會沒錢 我不是刪你的預算 那個只是要追你的進度 你不要說你要修修修修修老半天 明年又發包不出去 比較少的啦 你們很多都是 預算編了 發包的好幾次 江委員那個已經有共識了 我們是不是就 冬節五十萬 我要講還是要澄清一下 剛剛我問的情況是 批洞三樓是 一百三十九萬 跟機動一樣都是內部的整修 對不對 機動是五百二十五百二十三 一百三十九嗎 不管什麼啦齁 但是那個主機單位講的是說 因為 你們要是 買都是木質東西 家具 所以容易壞 到底是要整修 還是 採購 還有辦公家具的 就是整個 修繕家採購都有啦 都喊在裡面 其實喔 你如果坐在山頂你就知道 我們那個還有硫磺 對對對 我們了解啦 只要你知道都要修繕的話 下次不要買木質的家具嘛 買鐵質的家具嘛 沒有啦賣看 我白不鏽鋼家具賣看的啦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來做 那賣看的啦 那就多注意啦 下次來買後修多注意一下 少動一點少動一點 我們的速度快一點 32案跟33案 我們凍結五十萬元 以江委員還是溫委員 要以誰做主題案 那 溫委員的案子比較少啦 我們以溫委員為主題案 齁 再來 第 第34案齁 那那個 馬委員不在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先這樣齁 好 再來 就先不處理 再來第35案 35案是到50案病案處理齁 請說明 是啦 各位委員好 那我請就那個 手機的編列這個部分 向各位委員來做說明 那確實稱如這個委員所垂詢的 我們本局除了路牌以外 其實沒有太多的這個 特殊的規格的上面的需求 但是呢 基於這個實用性跟安全性 我們在這個估價上面 我們還是以是前一代的中高階的手機 而且是空機的價錢 來做一個預算編列上面的考量 那這個 這些素額呢 都是參考這個官網 各大品牌 它的官網上面所羅列的價錢 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編列 那為什麼要前一代呢 為什麼要中高階 是因為在使用上面來說的話呢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這個手機是來支援這個公物的便利跟效率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會交換一些 這個影音的檔案 好比說中共的軍演的影片 或是一些工程的資料 像智庫 或是一些美國國會上面的他們的檔案 或是還有一些新聞的簡報 那新聞的簡報這個部分的檔案比較大 那我們希望我們手機在運作上面呢 它能夠傳得動 然後打得開 那後面呢 也有這個容量上面的限制 希望也能夠把這些 這個即時的訊息能夠儲存下來 然後方便同仁去做查證 去做後續的追蹤跟處理 還有回報 那所以在這個使用性上面 我們是有這樣的考量 另外在安全性上面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前一代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作業系統的漏洞呢 我們可以更新的時間呢 可以用最大化來做一個考量 因為我們現在的手機呢 有一些是102年以前買的 那這次台灣的這個標的 大概就是102、103年那時候買的 這個公物的手機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它的規格比較小 那不符合現在這個行動通訊的這個規範 那另外就是說 它在這個手機的漏洞更新上面 確實已經慢慢的跟不上了 有些就算更新進去 那手機整體的運作效能它會降低 那所以我們就每每傳檔案的時候呢 它就會那個螢幕就一直在跑圈圈跑不出來 那我們是基於這些上面的來考量 那希望委員能夠名以簡列 好 你說到這樣 尤其剛才那個淑芬委員講完 我跟你說手機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這個手機的 我當然完全贊成就是說 你已經這已經隔了那麼久了 當然是要換新的 那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金額上面 感覺起來也比市面上面還要貴 包圍委員 因為我們買的就是空機 那空機的價錢 因為我們買是公務用 所以它沒有辦法綁約 所以現在手機也確實真的是比較貴 好啦 看看你們公的手機 你拿出來看看跟八年了 大家都拿出來看看 102年到現在 你也可以了 我們這次的泰飯的標的是102年 103年那時候買的 那當然手頭上 對嘛拿出來看看公務手機 102年到103 那時候現在是留來 在手頭上做備份 那希望這個 太離譜了 當然手機大概三 三年它的系統 那委員我完全贊成 三年就更不太上了 三年就更新了 你們這公務手機有沒有管理的 我們在營區內是有管理的 那一般同仁的手機 自己的手機帶進營區 我現在講的是公務 你要買的公務手機 你們對同仁的自用手機怎麼管理 我尊重你們區裡面的規範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這20部是要買的公務手機 是 那你們的公務手機 有沒有限制功能 也就是說不能讓它隨意都可以上網 什麼的 軍方是有管理啊 我們只有在會議室 你要進會議室之前 即便是公務的手機 你也要交出來 你們的公務手機的採購 有沒有什麼型號不能買 什麼功能不能有 沒有我們只有剛才所提的 安全性的考量 那當然安全性的考量上面 那今年NCC 它在年初的時候 它做過14款的手機的驗測 Made in China的中國品牌的 可不可以買不行嗎 不然我以為 我們是路牌的 絕對禁止 對我就說這個不能買 它是有限制嘛 是是是 中國手機還是有限制嘛 對 因為你們這一次的公務手機 因為你剛才講到我們 如果同仁自己用的 我相信沒有人 會再用2012年的手機 不可能 是 那個很限不就很老 我們超級老的 用那個 只能打只能收的 你們應該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講的是公務手機 那你們公務手機 編起來一支 大概要3萬多元 是 因為是空機價 沒有綁約 那沒有綁 你知道空機價不能綁約 是一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買到一個量 你買到一個量 其實價格也是看你怎麼buck in 我現在 這邊我是提簡列 那簡列的目的是因為 我希望預算執行能夠更精準一點 我們在去年度在審查你們的 這個設備及投資雜項設備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刪減了61萬8千元 要你們科目自行調整 要你們自行去刪減 你們當時把你們特勤中心的 視聽教室的影像設備 40萬2千刪掉了 就今年又把它編回來 而且編了59萬4千 你們的說明是因為物價上漲 就去年的40萬 你們自己把它說 你們自己權衡輕重 把40萬拿掉囉 就今年又編回來59萬多了 不只編回來 而且又更多了 多了19萬了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做一簡列 金兒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那個我請教一下好不好 我跟預算無關 我只是想請教 你們請問誰 公共手機是每個人都發嗎 還是只有特定人 我們要簽奉這個夜館的副局長同意 那發的原因跟發的目的 那在簽程上面要續名 你拿到公共手機你是要 那你這樣你有多少支的公共手機啊 我們現在全局啊 整個局啊 比如說局長有沒有用公共手機 局長當然有 是 你來 局長公共手機讓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欸你們的公共手機應該有很多限制 局長不能被定位啊 不能被追蹤啊 對啊 就是說我們看一下你的公共手機長什麼樣子 你先不是用那個中科院自己研發那一支 你是2012年的啊 沒有啦 局長今年才剛到任 所以局長是比較新的 所以局長是新的喔 他今年才到了 你要拿102年的來給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HTC是為你們訂做的還是市面有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燒特別的 你們燒特別的 喔喔喔喔 看這個看這個看這個 喔不好意思 喔不好意思 喔這摔補壞也摔補壞也摔補壞也摔補壞 多買一台 再加3萬 那現在要換手機了 那現在要換手機了 那102年的嗎 要看機場不能看長官啦 不公平啦 因為我們有 你不要燒東西在裡面 為什麼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以前我當新聞局局長的時候 他也會發公務手機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就覺得這公務手機根本沒有用啊 就是 就是你不曉得什麼目的在使用 那也因此你採購了很多這些公務手機 我覺得應該清楚的去 去很務實的去訂定說 到底你要他什麼時候用公務手機啊 否則現在通訊那麼發達 那個手機的那個技術啊等等的 通訊的科技啊 每天日新月異嘛 那你買了一堆 如果說用途也不大 特定目的才會使用的時候 然後他又沒有辦法達到 這個很好的保密功能的時候 你買那個是白買的 你不如每個人都發一支 反正每個人都有配手機 時間到就一直換 管他又怎麼使用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啊 一個就是手機到底 公務手機是給同仁的福利 還是為了執行特殊任務 你必須叫他帶這一手 這支手機 那這支手機就必須特製的 如果是特殊目的的公務手機 那一定是特製 甚至是走特定網路的 對不對 如果是福利的話 大家反正三年到就應該 換一支給同仁 那你編也沒有關係啊 只要合理 我們認為應該也可以編 但是不要浪費啦 就是說你買了一堆沒有用的手機 你裡面還要蓋一個養機場去養他們 浪費錢啦 所以我聽到說你們公務手機 還在用102、103 我都很懷疑他的功能 到底是幹嘛的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確實有一些特定的職場要做 因為像我們局長很重視 即時資訊的交換嘛 像很多工情 那像這個美國 像我夜館這個網安 那我有很多那個資安公司出了報告 那我就必須要收集要看 而且我事後可能還要寫個通報單 給長官做了解 現在這個 世界上現在目前可能有哪些 跟中共網軍活動有關係的這個新聞 或是說他的資安報告出來 那這上面 如果說他還有一些偵測的參數 可以用的話 那這些我們都要整理 那像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同仁 他是定時他要去更新 現在某些特定網站上面的即時的新聞 好讓我們長官啊 因為都在開會嘛 那有的時候 就靠公共手機來掌握 現在世界的新的動態跟情勢嘛 那這樣我們的同仁也會 Follow這個新的動態跟情勢 再去做情言啊 或是說做這個情資的這個原整啊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 因為我們工作上面的特性 所以必須要去掌握的東西 好 這我來處理 我來處理 來那個 35到50案這樣好不好 因為剛才已經很多同仁都有一些提案的一個成果 現在就是不是我們這樣子 以王定宇委員的簡列案 簡列50萬元 劉建國委員的凍結案 凍結50萬元 然後呢 簡列的部分科目自行調整 凍結的部分書面報告的動資 好 然後再來前面 32、33案 剛才以王委員做的這個 那個叫做凍結 就以書面報告時的動資這樣 好 那 大家有沒有休息5分鐘還是繼續 繼續 繼續 好 那51、52案 51、52 今天目前那個案子最多的是江委員 所以 他一案都還沒有 沒有啦 他這案而已 我這不一案而已 那江委員不值了啦 你這 你這 阿姨廖黨在野黨這一個案 嗯 鄉親的不值了 是 那 跟委員 跟廖委員報告 齁 那有關廖委員有提到了這個51案喔 有提到說 處長會公佈這個相關檔案這個部分喔 本局的這個委案情報法這部分 跟委員報告 那 我們局裡面是情報機關啦 那我們如果 如果敵對的這個勢力的介入 或者涉及國家安全的這個情勢喔 我們都會 依照職權來進行情收 並且 受到情資之後 我們會 提供給權責機關來參處 齁 那如果有涉及犯罪的部分就由司法機關來處理 那 第二點就是按照情供法來 規定啊 你只要洩漏 違法洩漏這個 和交付情報人員 或者情報協助人員的身份啊 他是有一個罰則的 那 有經權責 第五十一案 五十案 五一五二 五一五二 現在我是先報告五十案 要不要床頭報告嗎 那五十呢 五十不是併到前面的嗎 併到前面 是 好 為那要不要從 還是我再接著講 好 那我接著講齁 不然會答應 那這個 如果他是有經過前責人員的書面同意 他是可以交付 所以 在這個按照依法行政的部分 是要看他這個要件有沒有充足 齁 那這個 如果 欸 如果 各界 如果有相關的情資 也可以提供我們給 給我們局裡面來嚴處 或者交由檢調這個機關來進行爭處 這個部分我們會依法來辦理 請委員放心 那請 請建行委員免疫凍結 還有五十 還有五十 還有五十二 五一五二三 好 基本上 葉委員你們跟他說明嘛 欸 對 我看還不錯 你們都有去跟他說明 我沒有 我提到案都沒有說明過 都沒有到報告室說明耶 好 那 那個葉委員喔 基本上就是簡列五十萬 然後科目自行調整 好不好 對嗎 他跟你們講 那個文字內容的部分 跟 因為 呃 他的提案內容是 文字要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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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省的預算不要放過 這陣的文字 文字 你們修正一下嗎 文字 修正一下 跟委員報告喔 裡面有提到說 國安局應該對這個促轉會 這個相關的這個曝光 有沒有違反情供法 這個 有關情報人員身份的保密 要引以相關應處作為 以以堅決的捍衛 保護情報人員 跟協助情報人員的身份 而只敢針對一般人的身份 民眾之行為 加以處置 卻默示其他 政府機關的濫權 間接影響 國家安全 那後面是凍結 那我們是建議 把這個 所謂的 默示其他行政機關的濫權 我們來做一些文字調整 請廖委員 是不是可以 同意 你們調整一下 好 感謝喔 就是 應該是廖委員 應該是參想說 喔 原理相關應處作為 這句話拿掉了 因為這個 也不是他們 也不是國安局可以去 原理應處作為的 原理應處作為廖委員 這幾句應該 麻煩說 是不是可以同意拿掉了 可以啦 他可以啦 因為重點是 原理應 相關應處作為 要拿掉了 因為這能不能 能不能這麼做 這法制面 體制上 能不能直接這樣做 這是不太可能的 這樣子啦 我們直接處理 就是說 那個有關於 原理相關應處作為 這句 以及倒數第三句 勸默是其他機關 政府機關的濫權 這兩句都刪掉啦 其他原意都保留這樣 好不好 我再確認一下 剛剛葉委員提的 就是我幫忙提的 那個第五十案是 簡列五十還是五十一案 五十案吧 五十案吧 五十案嗎齁 五十案 統一了 剛才是病案 對 可是 沒有動啊 有啦 前五十動五十啦 上一案 前面的案子 OKOK 那你的意思 五十案就是 病前面的動五十 減五十就是的 了解 對 好 那文字照剛剛這樣修正 那五一五二 就病前面的這個 幾案到幾案 病前面的 五一五二就是 三十五到五十案齁 等於是應該是說 三十五到 五十二案 就是 簡列五十 凍結五十 然後 簡列的 科目自行調整 凍結的 書面報告室的動值 對 就在記錄在哪 就同一個 好 那我們要進入到另外一個 那個 分支計畫了齁 我們現在進入的是 五十三到六十三案 我們現在進入 有關於五十三 到五十六案 它是屬於我們 特勤中心的 教育的一個內容 這邊 跟委員報告 那個 預算書表 我們的確有 針對這個項目做檢討 逐漸下降 但是今年還沒有結束 我們合格率已經變成 九十八點三七 已經超過前面三年 這個我們不敢說很好 我們還會持續的更精進 今年年度還沒結束 我們已經超過前三年 這點跟委員報告 另外一個 我也跟委員做個說明 戰訓本務是公務單位 一直要求的一個事態 國軍之下要求 任何單位都是這樣子 呃 大部分單位都是每天來訓練 與整備未來的戰事的發生 但是特勤人員 特勤編子人員性質不同 我們是每天在作戰 在執行勤務 抽空來實施訓練 但我的標準 並沒有下降 今天早上 在呃 院會的時候 王委員有特別關心這一點 呃 我們下去 也會針對未來的標準 做一個強化 不以現況 來以滿足 那另外 呃 我們在實施 呃 測驗 為什麼今年的成績 比去年前三年還要高 所以我們今年年初 開始改了我們訓練的方式 我們變成每一季 測考一次 改變以前是每半年測考一次 我們強化我們測考的比率 這點跟各位委員報告 建議 懇請各位委員 五十三到五十六案 有關於體積人的教育訓練費 免雨凍結跟簡列 報告完畢 第一個我先講前提 齁 我不希望我們特勤中心 為了怕預算被減或動 所以 把訓練啊 體測的標準降低 那個 那個只會壞的事情 該嚴格就嚴格 該淘汰就淘汰 這個我贊成 好 那我確實你們 你們的勤務比一般的軍職單位重 你們等於是 行動的時間多 訓練的時間少 跟一般的常備單位是 反過來的齁 這個我是理解 那現在問題在於 你們近幾年的 建測合格率 我再強調一次 建測標準不要降 是 嚴格度不要改 是 但是你們這幾年 建測合格率 降低下來 是 那降低不合格淘汰那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惋惜了 就不合格 那為什麼會逐年降低 是我們親近的人員的體能比較差 還是我們缺了什麼 我不理解 所以我這邊才會提簡列 因為你們整個預算數是1800多萬 我提的是減10% 那可以討論 金兒我覺得可以討論 但是我認為特勤中心牽涉到我們 這國家重要人物 不管總統副總統 卸任總統 卸任副總統 各級院長 這相關的特種勤務 你們都有涵蓋到一些 那現在就是說 你們的體能狀態 你們的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是希望 透過簡列或者是凍結 讓我們特勤中心 針對這個有精進的作為 不要降低標準 標準維持住 甚至更言都是對的 但是你們確實這幾年在退步 到底是原因是 整體社會大家都變胖了呢 還是到底是什麼原因 總要有個理由 報委員 這個資料是預算中心 截至去年的資料 連續三年沒有 我現在怕你今年98點多 是因為預算要被砍了 所以趕快 大家都過關了 不可能 我剛有跟委員解釋兩個動作 第一個 我從今年年初開始 就開始改了 陳局長來的時候 他是2月28號來的 23號來的 他來的時候呢 我們整個測驗的頻率 從一年兩次 變成一季一次 頻率增加了 陳局長比邱局長嚴格 呃 我們要求的力度會 邱局長還在喔 他現在在隔壁部喔 要求力度會逐年的精進啊 這點請跟委員報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說 逐年下降 這是事實 因為這個我尊重你們專業喔 是 我說特勤人員 就是應該延續 延測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確實有遞減的狀況下 那有一些精進 跟營運的方法 所以 我雖然是提減列180萬 但是你可以建議一個數額 但是我要 能夠監渡這件事情 好不好 報委員 我們會延考核延淘汰 檢列4萬好不好 我的 我的意見 好 因為這個提案當中 我是第55案 我也覺得說很奇怪 特勤人員 那個 那個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 逐年的訓練 合格率會下降 我是覺得 應該要重新來檢討 所以剛剛 王委員提的 他同意檢列少一點 然後 我是在這間 因為我是冬結 我覺得我可以 冬結100萬 然後檢列 看檢列50萬 我們就動100 我檢列就把它改動 我 我56案 我是冬結100 那就動100 我58案 我是冬結3 還沒有討論到58案 沒有我們是一比一併案討論 謝謝委員 那這樣 我建議這樣子 我知道 只是因為 好 等一下 那個 因為儲分委員都還沒有 目前有任何那個 一組 他有一組提案的 是不是 有我58案 我不是特勤人員 剛才在討論特勤人員 我不是 我不是特勤人員 要到57案 後面內容不一樣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57案 溫文委員在關心的 就是我們新生訓練的保密作業 等一下 對到那件事 他好這個都是教育訓練費 我們把這些 後面都要公佈說明 對啊 報告委員 這可不可以 我這樣建議 因為這裡有很多不同的一個 凍結的理由 那我們是不是剛剛 王委員所提的 就凍結100萬 然後我們把這些 各個委員所提的這些 這個案由 我們做一個 書面報告 統一說明 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也不可以 主席這個要 以 那個刪減最高 凍結最高的 委員的 提案為首 那個這邊 這邊是 希望說 讓每個委員都可以 有領銜的 機會 所以我這樣除了看看 大家覺得怎麼樣 大家會覺得說 用100萬 來對這個 在這個科目裡面凍結 大家如果覺得是合理的話 我建議這樣子 他是幾個類別 53到56 是一個類別 然後是不是 就是以這個 王定宇委員 他這個 凍結30萬元 然後呢 林淑芬委員是58案 然後也是凍結30萬元 沒有凍結30萬元 然後劉建國委員的60案 凍結30萬元 我是凍結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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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凍結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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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們訓練什麼語言 他說是機密 那說明一下 跟劉建國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 剛剛沒有報告到 我問說訓練什麼語言 說是機密 怎麼資格送去 訓練 這個跟委員 都是機密 那你就給他簡列 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 我們宋訓的人數 我們不講 但是他宋訓的語言就是 7828 大概這幾個語言 印尼泰語這些 就是 但是現在目前 就是 因為疫情的影響 我們等到 這疫情 一可以 我們66個就派 就會派 就是跟委派 但是你們來報告說 說不用講 哪一種語言都不用講 我是人數 人數跟你講 這個OK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 我現在跟委員報告 我 蛤 他那意思 好像說今年都沒有出去 因為疫情 所以也不能出國 所以也不能上去海外訓練 但是 都沒有 所以 明年我們還是要 因為明年現在就是 你那個語言 是不是特殊到 一講就知道派去哪裡 如果有 你要是李嘉賓劉委員講 就是說 你如果講英文 我大概也猜不出你去哪裡 但是 如果你那個語言是特殊到一講 特殊語言 就在某個地區 對 那你自己要講 我會統一的講 就是我不講這個地方 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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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交情報公署的法庭條規定卻有保密之必要 你人數不給我答我跟他答我沒有意見嘛對不對 但是連語言他都不用講咧 他現在怎麼講的 好吼你違法 不是報告委員我剛才講的是 這個就移送了這個就不用懲處 報告我講的是全部 但是實務上不是這樣 我剛才講的是所有 局長主席我覺得劉委員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是這個問題 主要是預算溝通的過程 對委員想要了解的資訊 你私底下讓他了解 你也沒有你就是跟他講那樣子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你們毫無溝通的誠意 也沒有想要被人家了解 私底下了解你也不給他講 他會變成到公開這裡來講 應該是這個業務單位 這個溝通的能力的問題 還有態度的問題 我知道 來我做一次的處理一下 就是說 雖然這個是53到63案 但是他有三個那個項目 53到56案比較像一個 57到59像一個 60到63算一包嘛 那我們53到56 以王定宇委員為主題案 然後凍結50萬元 然後57到58案 以林淑芬委員為主題案 凍結50萬元 然後這兩個都是書面報告室的動支 然後第60到63案 看劉建國委員你要怎麼處理 慢著主席你剛才才是我不能接受 因為凍結是一個手段 凍結不是我們的目的 其實我希望是國安局的預算要擴編 人事要擴編 然後經費要增加 這是我的希望 當然我們不能為這預算是增加嘛 當然就既有的預算裡面 我們希望提案 希望你給你凍結 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目的不是要以凍結為目的 我的目的是希望你們在 在招考國安局在辦理特考 或新進人員的這個教育訓練的時候 你那個有沒有需要與時俱進的 或者是說你不論是文職或是這個駐外的外勤 你一律與綜合格鬥課程成績不及格 就要退訓 這樣的思考方式是不是對的 或者是我今天中午質詢的 以英國的模式軍情六局軍情五局 或者是以新加坡的模式 我們在擴編上在組織上的調整 是不是其實應該要更多元化 而且是真正的多元化 那在多元化的狀況裡面 你的5G格鬥技術 真的還是這麼的 列為第一順位最重要的 這個檢核的那個門檻嗎 那你沒有辦法 我們當然知道不可能馬上就改變 也不知道需不需要改變 可是我們希望你去做的是 你在這個情報教育訓練裡面 專業的訓練我們不講的 我們在講的是你這個體能 體能體事能本來也不檢討 因為體事能本來就要維持基本的體事能 現在討論的是說 你在比較特殊的這些綜合格鬥教育裡面 有沒有可能我們應該要在擬一個 更與時俱進符合21世紀 符合國際潮流的一種訓練方式 要需不需要提出來一個 不好意思說檢討了 那有沒有在精進的空間 是這樣子我們希望你去做這個就好了 你做好了我們當然 預算我們希望你下個年度要倍增 我們希望國安局的預算是倍增計畫 蘇貝委員 因為你的質詢跟剛才你的表述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請國安局就認真的研議這件事情 然後在您的這個書面報告裡面要妥私的 但是不能你就自己寫自己就來這裡然後就自動解凍 我們希望是你研議的那個東西要出面報告交到委員會來 然後要報告後使的動資 不用經同意但是也要報告後使的動資 那至少要動100萬啊 好不好 動解而已 1800耶 1800的100 很少啦 這個叫江委員 我們這樣子好不好就是書面報告經同意後使的動資 好不好 好經同意好更好 然後50萬啦50萬因為剛才大家有同意說這整個科目是 50萬他到時候說我不用報告也不用同意送給你 不會啦不會啦他們不會啦 50萬他根本不在乎 他們預算size不大應該會很重視啊 好啦好啦 好 局長講的我們都好啦 好 那個劉建國委員呢 好 那動解就照你剛才還有李委員的那個意見啦 我沒有意見好不好 那3就350 謝謝 他是要減650嘛 那是60到63嘛對不對 那我馬文君委員跟我的這個提案喔 意思都一樣跟劉建國的委員的也一樣啦 所以這邊是怎麼樣 好那這樣我們這樣子60到63喔 以劉建國委員的提案為主 然後簡列50萬元然後大家並案這樣子 那動解咧 動解咧 動解咧 它是整個在教育訓練費前面 可是理由不同嘛 我們這邊是針對疫情 那我們要求說 要求說前面的動解理由 請把53到63案 所有的 有三不同的這一項目 通通都要做書面說明好 動解咧 那動解是全部都併在一起 只動50啊 累積就動300嗎 全部動100 對 怎麼會全部動100 有啊那個前面王定義委員的那個 53到56已經動50了 然後57到59的臨時分委員在動50 對啊我們這邊 不能夠再動嗎 你看劉建國委員說300 馬文君委員說30 我這邊也說200 這樣子啦 再加個 加個數字吧 這樣子啦 那個53到56 那個王定義委員呢 是剪裂嘛 沒有他後來改動解 他改動解 他改動解 我們也是動解180 十分之一啊 再讓他也是剪裂 那三段就各50啦 150啦 就剪裂100萬 然後動100 少一點啊少一點啊 不是就是 你看第一段50 第二段50 第三段50 第三段50 總共150啊 抱抱耶 那現在是整個因為 第一段50是凍結 第二段50也是凍結 對啊 第三段是減50 減50已經存在了 對 但是凍結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是同一個 同一個柯子墓 你剛剛知道啊 你前面兩個不就這樣嗎 所以說我是不是建議就是說 整個起來就是 減50 因為這樣加起來就是100嘛 然後我們的書面說明資料 把委員關心的這些議題 我們一樣做 書面資料的回覆 你是說全部減50 然後動100 對 那我說減50 動150啊 你三個部分要處理啊 我這邊好幾個提案在這邊 那就是被吸收了嘛 動50跟動100 跟動150對你有什麼差別啦 對啊 這有什麼差別啦 差別在於就是 是 哈哈 對啊 動300沒關係 我現在也要幫我們文君委員爭取一下 他今天也有案子在這邊 我作為本黨的 這個招委委會 要幫他爭取一下 還有我也希望 這個這個 招委可以給文君委員一個案子 這樣子 第二位好不好 就是動150 他撿就不要撿 那要問他 那要問建國 欸 人家說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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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奇怪變得不很 還是 劉 carried hope 我們減30就好了 你一直跟我講下去 我就一直在講下去 因為我有這樣的症狀 所以 他會越講越多 對對對 我怕我講一講 我變成國安局的 好 好 謝謝局長一名 那那那 那那 我來處理一下 我知道了 但可不可以 用馬鑼機後來案 可以可以可以 我來處理齁 53到56案 我們做一包 以王定義委員的 然後 為這個主題案 凍結50萬元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57到59案 以林淑芬委員 為主題案 凍結50萬元 書面報並經同意後 使得動之 60到63案 三檢的部分 以劉建國委員為主題案 三檢50萬元 凍結的部分 以馬文君委員為主題案 凍結50萬元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好 好 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讓大家可以洗手間一下 好五分鐘 好謝謝 好幾分鐘 До快的 還沒到嗎 差不多 好 不然還好幾分鐘 你看看 1分鐘 3分鐘 3分鐘 7. 至乎 5. 至乎 7. 至乎 5. 至乎 6. 至乎 9. 至乎 9. 至乎 9. 至乎 7. 至乎 9. 你千萬比我們還高 9. 至乎 9. 至乎 9. 至乎 7. 至乎 其實林淑貞委員跟劉建國委員是友軍 沒有啦 他們也蠻感動的 你們的冠軍 在這裡 不可能 應用暴力 用暴力 稍逑 超靜音 控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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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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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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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也有有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是 我们是 看到你们 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是说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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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该主要 Witcher這件事情呢,其實我們局裡面一直都很關心 那其實在過去的幾年,108年到110年這個部分 我們又有協同司法警察機關做了不少的研究案 那我們也都提供預算給他們去做這個部分 財政啊,偵辦啊,技巧啊,還有這個數位的分析技術什麼 各方面的技術我們都有去支援他們 那在經費上面通通都有本局來支持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這幾年我們其實還是有破獲共諜案 換句話說,這個Witcher確實它是一個工作上面的挑戰 那我們也一直都有在努力的克服,也一直都有進度 所以沒有真正讓它成為所謂的國安的死角 所以這個部分啊,是不是這個我們也有相關的進度跟報告 但是因為那些偵辦跟收證的技巧 我想今天這個場合沒辦法跟委員做說明 是不是這...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說 從台北地監署那邊開始 成為治安或國安死角 這句話可以去掉 然後做成一個主角就好了 報委員,因為那個完整的規劃啊 這裡面牽責到主管機關 像通訊軟體的這個部分應該是NCC他的主管 那在通保法這個部分他的主管機關又是法務部 那所以這個這些呢都是要跟這些主管機關來做協同 來做配合 那而且這個部分的法規呢 主要也是要由他們來著力 那所以由我們本局單獨來提出一個完整的規劃 專案報告,這個真的是有點利有味大 因為這有太多的事情並不是本局都可以主管到 那我們在司法警察機關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努力 那當然都是檯面下的啦 因為那也有一些成績出來了嘛 都有破獲公諜案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委員肯定我們過去幾年的努力啦 報料委員,我可不可以發言一下 因為我們有去跟那個 那個葉玉蘭葉維有溝通過了 因為他給我們的一個 那個扣打,剛剛我們算下來已經打到了 他只講說 他的扣打在哪裡,我怎麼知道 減50動200 而且剛剛我們算下來已經有了 說他 哪裡減50 哪一個為了 TOTO啊 葉維 葉維 哪一個案子減50 沒有以他為主的減50啊 他有講說只要3的定在有50 他要動200 我給你動100 前面還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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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中和企業的動 你在這裡講什麼HOTA什麼的東西 第一個,你其實這是我招偉的工作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在討論這樣的事情 其實你不需要多說 我有個建議啦 因為剛才的說明我們有聽到了 WiChat這個事情也敏感 我建議說是84、85、86 我們一起變成書面報告 然後呢以這個85案做一個主題案 然後呢請你們把關切的議題 在你們任何沒有洩密沒有違反偵辦技巧的範圍 然後你寫,寫就是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OK 好不好 書面報告使了動思 然後動100 omars 它要動200 沒有啦它會報到前面的 那這樣子我們那提案的部分 現在進入到主決議 而且我們現在有增加組決議第96、97案兩案 請一字仁宣讀 第96案 國家安全局111年度編列2276萬4千元 辦理各營區清潔學員膳食及外勤駕食等勞務委外 皆以勞務承攬方式辦理採購 為監察院於110年9月16日調查報告指出 承攬契約之派駐勞工若發生積欠薪資增益 未能比照勞動派遣採購 由機關將應給付廠商之一部分嫁金先給付薪資 以至於派駐勞工必須採取礦日費時的法律訴訟 爭取工資 為避免派駐勞工權益受損 也要求國家安全局市主管機關修改契約範本後 及比照勞動派遣採購契約 修訂相關契約條款及增定復約 使勞務承攬冠心中勞工獲得保障 提案人委員林淑芬等人 第97案 依照特勤條例第16條 各隸屬機關依任務需要 因提供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 勤務必要之保險 特勤人員因比照國軍特殊勤務團體 意外險1000萬元 然目前僅編列200萬元 以規定不符 為保障特勤中心統領權益 人要求國家安全局自111年1月1日起 將理賠上線提高自1000萬元 委員王蒂芸等人提案 宣度完畢 好 那個各位委員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拿到 這個主決議處理會整表 有齁 處理會整表 就是你們 我們委員的提案跟夜館 你的文字修正 連署封委員的要不要連署 要不要什麼 要不要連署啊 改組決議要不要連署啊 直接印出來而已啊 九十六案 九十七案都連署 你要每一個人趕快簽一簽啊 我那個拿給委員 如果委員要簽的話 我們簽一下 我也順便簽一下 好那我們開始來處理 第九十案 第九十案 我們速度的關係 這個夜館單位 有把那個建議 應將取等人員改成 建議應研究 將取等人員 這個部分齁 大家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通過好不好 建議研究 應拿掉 我們這個已經跟委員報告了 建議研究了齁 對對對 是齁 那那個我們就 照這個夜館你的提的 文字修正齁 倒數第二行改成 建議研究 將取等人員待遇 一致公開預算編列 來通過齁 那第二案 林淑芬委員的這個提案齁 有這個 有做一個修正齁 就是 這個提案建議 國家安全局研究再不危及 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 前提下檢討機密之必要 其他同齁 那我們照修正通過 廖宛如委員的九十二案齁 就是說有就是刪除最後 從病安撫國內 到最後之環境 這樣子 待會兒委員可以嗎 國安局這邊有沒有要思考一個就是齁 中間委員的提案裡面 中間有一句講說齁 第九十二案裡面有提到說 而非被動遭受打壓與威脅 甚至提升軍事緊張 這樣子的部分會變成是說 國安局在被動遭受打壓威脅 變成造成提升軍事緊張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 我們建議啦 建議廖委員看可不可以這樣齁 就是說 藉由外交國際政治方式解決衝突 與危機原要求國安局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 而非被動遭受打壓與威脅 甚至提升軍事緊張可不可以也刪除 因為 呃 中共才是造成威脅的來源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 我們就是刪掉這句不會誤以為說我們自己是 麻煩製造者的概念這樣子 你再唸一下吧 我再唸一次您聽看看齁 就是有兩個刪除的地方 一個呢就是在大概第二段的中後段那邊齁 就是說 藉由外交國際政治方式解決衝突與危機 直接就接原要求國安局應積極等等的齁 然後把而非被動遭受打壓與威脅 甚至提升軍事緊張這幾個字拿掉 然後以及最後一段就是 到相關壓力就據點了 那個 然後 就是 把病安撫國內不安之民心 維持區域和平與國家安全之環境 這個刪掉 直接接以支援政府政策及應對各項危機 確保國家安全這樣子 可以了 可以齁 好 謝謝廖管委 那我們這92案就照這樣通過 93案齁 那夜管單位認為可以遵照辦理 那我們93案就直接通過 94案的部分 我們有給大家看文字修正齁 在第一段的中間齁 就是刪除 美國為我國最主要的國際情報合作對象 這些字 以及 最後 就是刪除 爭取加入五眼聯盟成為正式成員 而把它改成 原建議國安局積極推動與國際理念相近 國家之情報合作 不知道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那文字修正齁通過 第95案 這個 他們可以照劉建國委員的提案來辦理 96案 剛才大家有討論沒有意見嗎對不對 好 國安局沒有意見 那我們96案 就通過 那該簽的讓我們簽一簽齁 97案 我們也就照案通過 國安局公務預算處理完畢 機密部分由於沒有提案 在這裡也做宣告 審查結果 舉以照列 有關 111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國家安全局收支 公開及機密部分 業已處理完畢 送請財政委員會會整後提報 院會 請問委員會 為院會審議前 是否經過黨團協商 不用了齁 因為今天都討論完了齁 院會審議時請推派以委委員做補充說明 請推派 就由趙偉來做說明 本席齁 有關本預算審查時 預算科目物質或金額調整 授權議事人員處理 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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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安排 安排一下到廖委員那邊 今天答應的幾個委員都要安排時間去報告